日本为何说中医是他们呢? 接连注册210个中国古方专利 背后的阴谋终于露出水面 日本是一个善于模仿学习的民族 而中医是中华文明中最璀璨的明珠之一 今年以来 日本就一直注意搜集购买中国的古籍文献 其中包括不少真看医术 这些人在将这些医术带回自己的国家之后 投入大量的时间、人力和金钱去研发和制作 从而将中医改头换面称之为汉方 目前中国的城市街道两旁 随处可见的是招牌醒目的西药店 连过日本人却早已不知不觉的 申请了伤寒杂病论 金魁药略方中的210个古方专利 眼睁睁看着几千年遗术沉沦一再没落 偷窃者则靠着所谓的汉方药 每年销售收入高达60亿美元 可谓令人唏嘘 令人遗憾的是早就在清华战争期间 日本人就打上了中医药方的注意 众所周知 中医药是保护中华民族 得以繁衍生息几千年的法宝 虽然具体的起源时间还无从考证 但几千年来经过老祖宗的反复事件 效果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在日本人的铁蹄 踏上中国国土之前 就已经制定了严谨的战略部署 偷我们的中医 1906年由日本所经营的 南满洲铁道诸石会社成立了 这个组织最大的作用就是一个调查机构 他们希望以此委托 从中国摄取利益 同时成立的还有满铁调查部 专门搜集中国的相关资料和情报 希望从精神和信仰上 瓦解国人的抵抗意志 其中中医遗书也在他们的搜集范围之里 他们对上层进行利诱和劝项 对下层则通过摧毁我们的文化信仰进行策反 据可靠数据显序 截止1945年抗战胜利 满铁所购入的古代遗书多达三千种 图书馆和博物馆都是日军 有意识组织攻击的目标 他们每占领一处文化的高地 就会大肆搜刮和中医有关的书籍 其中包括珍贵的原印 盛纪总录残军 明代召开美版 重景全书等 好比商务印书馆 就曾屡遭日军的轰炸 炮轰 纵火 劫掠 侵占 所幸满洲各图书馆藏书 在战后多留在了中国 我们的民族记忆和精神血脉 并未被完全切断 可即便如此 民间一些散落在各种传承人手中的中医点击 就没那么好运了 日本人正在靠着中国药方满世界赚钱吗 背后是始终不变的亡我之心 那么传承了上千年的中医 究竟是怎么被小日本吃干抹净的呢 在七七事变后 南京沦陷时 就有几百部遗书被日军洗劫一孔 其中又以历代名医 手抄本遗书甚多 而那些他们拿不走的 则全被放火分手 在战后追讨时 有的已下落不明 再也找不回来了 在此期间 发展了上千年的中医体系 也被批判为 唯科学 其原因就是 因为有不少日本人 通过国内买办势力的 极力吹捧和助力 让广大民众自发抵制中医 而当时的国民政府 甚至也以 愚昧落后阻碍科学 医学卫生等理由 妄图废除这门 传承了上千年的古老文化 一直到现在 中医作为中国传统的遗产 没有得到重视 被无端扣上 迷信 愚昧落后的帽子 百姓则背负着巨大的西医 医疗成本 眼睁睁的 看着中医被公然打压 公然排斥 有的甚至为了看病 倾家荡产 一夜饭片 包括市面上 还有一大批公知 公然召开反中医大会 成立反中医联盟 诋毁无数 医术前辈总结成就的 中医文化 正是因为他们大家 鼓吹中医的愚昧和落后 不断全方位抹黑 妖魔化中医 使得中医目前 只能在边远山区和农村 苟延残喘 时至今日 我国废除中医的运动 已经有上百年的时间 而中医却已经成为 日本普遍应用的处方 大量中药 更是被纳入日本全民医保 到头来 当我们想用老祖宗 留下的方子治病时 可能还会向日本政府 支取高昂的专利废 更令人意识难以接受的是 日本根据汉方配置的中药 比中国国内的质量好 早在几十年前开始 侵略者拿到我们珍贵的医书的时候 便花费众多的人力 物力 财力 对于房子中的每一味药 和成分进行评估和判断 哪怕现在 日本对中医的偷学 依旧没有停止 而且这些人 还非常善于窃取 我们的文化精华 他们通过不断筛选 药材生产的土地 保障种植药材的土地 必须跟中国原生地一模一样 据统计 日本生产的中肠药 已经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绩 且在中国 每年销售额高达千亿日元 不可谓不令人 痛心疾首 这是一张国内第一届 反中医大会的图片 从图中我们不难看出 我们因以为傲的中医 早已成为了某些 别有用心之人 谄媚的工具 他们千方百计 变本加厉 公开化 摧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毁掉祖国传统医学根基 不断有人在组织 有人在倡导 有人在摇气呐喊 而且越来越名目张胆 越来越肆无忌惮 越来越猖獗无比 值得一提的是 中药原料 中医点击 是中医药的两大法宝 可如今 却在日本的一些地方 慢慢兴起 并逐渐受到西方 发达国家的追捧 近年来 日本汉方药企 开始加速中药材国产化 制成符合国际标准的 片剂 胶囊等高价卖出 除了特别关注大陆 和港台地区 最新的中医药研究动态之外 日本企业还不拘多年 先后在我国建立70多个 GAP药材种植基地 并在国际上 逐渐享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这一切都正在 不知不觉中发生 让人防不胜防 眼省省地看着日本人 全面传承了中医药的精髓 现在更是到了 必须用保卫这样的字眼的时候了 一位长期关注 中药海外市场的业内人士表示 国外的相关研究人员 一直在不断透露 大量人力物力 在药力毒力 进行成分分析的标准化 规范化等方面的研究 还有20多家 汉方一级出版和翻译机构 对中国医药古籍 虎视眈眈 伴随着西华思想的侵袭 和一些崇洋媚外者的妄加诽谤 一种崇尚日韩的心理 依旧非常盛行 和今学不同往日 日本人在中医研究上 明显走在了中国的前面 他们大大提高了 汉方药制剂的质量 在降低了生产成本的同时 使有效成分和挥发性成分 得到保护 使其综合疗效更快 更易吸收 浅效更快 还记得一位日本医学家临终之前 对自己的学生说 现在我们向中国学习中医 十年后 让中国向我们学习 而今天国内中医的萧条落败 虽然已成定局 不过中医药是中国的国粹 正是这片土地 和这片土地滋养的人民 将中医代代相传 并发扬光大 相信 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也将迎头赶上 我需要的故事 都是这片土地滋养的